《非禮行法》。 《非禮行法》 . 《非禮行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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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看到我的时候, 问我怎么修养。 我就很简单, 删不管。 不管人,不管私,不管情人,心就清静了,要放下了,什么都要放下了,佛家讲得透彻,效果殊胜,我刚修佛的时候,跟张家大师,从张家大师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就体会,他什么都不管,他心里都感感谢敬,真地一念不生,教个我们的方法,直接了当,没有一个字说废话,你真听明白了,一教风险,一生的利益,我们认识佛教, 对佛教感情兴趣,是发动的选择,性解,行政,张家大师,我问他,有什么方法,让我很快,就起入到大臣,他看着我,我也看着他,半个小时, 人都在定中了,他在讲话,你心里头还有万念的不必要,到万念没有,心地清静了,再给你说,说得要非常简单,六个字,看得过,放得下,就算是简直, 看破是智慧,放下是功夫,所以看破是放下,看破不放下,得不到利益,放下没看破,那个放下不踏实, 心里还是有念着,要踏实,再不回观念,放下行政,那个再行,所以以后我们放下是禅定,看破是智慧,不过路,你怎么会看智慧,放下智慧就看,智慧是你本有的,不是外的, 读多少书 那不是外来的 那不是开悟 开悟就是 惠南大师一本书也没念过 一本书也没念过 一本书也没念过 他什么都懂 你今天人不懂你 你念给他听他讲给你听 自己本有的 聪明智慧 跟佛一样 就是被烦恼捞乱 妄想分别执着 要把我自己搞乱 要是没有妄想分别执着 智慧神学 跟佛一样 这个道理要懂 懂了相信 依教风险 修佛才得大自在 现在像 上一代的这个大德 没有了 现在我们面对的 这是夜宝 不是故人 供业 夜宝 起先动念 神匹 以与造作匹役 真修神修成 修定 修定就是什么 不起先不动念 不分别 不知主 这是第一 只要夜得定 你坐下来 一起念头方向 智慧就行 它是一起两面 真心 不是妄想 真心没有念头 妄想是从真心起念的 把真心变成了 真心 这就是六道凡夫 真心 你什么都看破 了解四十真相 真相是什么 凡所有相 皆是修 没有一样性 明了之后 自自然然 不受境界干扰 为什么假的 不会把境界放在心上 放在心上就造业 故患在境上不造业 干什么都不造业 就要大自在 走下来 大自然 处下来 幸福 尔子 尼泌 尼泥 physique 洗髮菩提醒 今日已保生 同生极乐果 今日已保生